买卖是股票 然后另外一层一个关系就是它 尤其它的系统性风险 或者是交易市场里面的风险 也可能导致它们的损失 所以就不能把全部责任贵 丢给虚假损失这个行为 那我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得看 它给我们发的一个赛表格 对股票的价格 进行一个动态分析归纳 所以应该你那个Exalber是这么用 对对对 是 你觉得它这个区区是 怎样的一个解读方法 从27一直讲到17 然后有点反弹 然后最后它那个25 对 然后最后这个东西 肯定是要做成一个 比如说折线图这些 这样就很非常的明确 对 所以就是切发以后 它对它的股价是有 揭露之后 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影响没有很大 它只是持续的 这么几天然后就反弹到 本来的水平 所以这是属于它一个价格 正常的波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算我感觉 咱们的决定得走一个折线图 把这东西一个走势分析出来 你要把这个生成成了一个图 对对对 难怪它是会给Exalber 对应该就是这样 是吧 先学一下 你会把这些数据做成一个图吗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也不会 应该这里可以是生成一个图的Exal 我研究一下 咱们这有创电的地方吗 不知道 咱们要不去会议室吧 也好 找一个没有詹雅琪的地方 这个继续损失的计算的那种公式 其实是很复杂的 这个 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是干什么用的 跟成交量不是一个意思吗 成交量不也是交易 就是交易变更吗 这个是所有的 这是这个公司的 这个是投资者的 对 咱们两个干嘛 那这么看的话 你说这个 给我们这个文档 它是不是要我们分析出 不是因为它的虚假陈述 而让我们去买的 或者就算有虚假陈述 我们买了这个也没有 得到重大损失 对 我只是这么想了 我觉得有道理 天哪 我好害怕 那个因果关系 我都没有看 我都不知道 主要是它这个术语 怎么看 交易价格 虚假陈述 我感觉这一个话 这一句话是核心 虚假陈 就是这个重大行政 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产生明显变化 所以说我们要证明 它这个虚假成熟 并没有让这个交易价格 交易量 有明显的变化 我想想啊 我写了一下这个 就相当于我们的框架 你看一下 这个抗变点 就是在那个食物当中 就叫做行为及重大性的抗变 主要是两层 就是重大性和因果关系 现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产生明显变化 对 因果关系那一难就是要证 并不是因为这个虚假陈述 所以我去买的 重大性要通过 怎么通过这个表格 看得出它不重大 对 我觉得框架大就这样 可以 可以 看 如果要补充的话再说吧 好 没问题 我们现在得想展现方式了 直播 直播 他站在那边演讲就是直播 就是我感觉这个股票价格 就是跟那个图有关吗 对 就是想着 我们可以做哪些图表 哪些表格啥的 可以给他们一眼就看清楚的那种 图表是与彤的优势领域了 上一站它的图表就非常棒 我觉得交易价格和成交量 可以做折线图 就是你就能看到它 有没有下降和上升 你这个折线图好复杂 它给我们的材料 从1965年开始 不是 不是 主要还是要做那一段时间呢 那就先直看 从皮实到皮录着 对 先看这一段 其他的不行我们再补 这个点也很关键 哇 我觉得这个折线图 搞得非常好 你可以搞好几个折线 就是它那个 不是有好几个数据吗 我来做图号 你先做 交易价格 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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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社会行业板块是教育 就是能不能找到那一段时间教育的数据 是 你想你想现在去找教育的整体走势吗 它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 就是做一个判断标准 如果要是我们的那个明显的高于同行业的 其他的 其他的 就是同行业的标准的话 那可能就是不利于我们 但如果要是差不多的话就可以了 你看你看 你说的那个是 是教育的 就是它和它的行业指数成同步下跌趋势 或者上升趋势 就是不具备因果关系 对 不具备损失因果关系 属于 就是教育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找这个数据 因为你那种应该去那种 证券机会看到的那样 嗯 是的 两个半小时 上去 可是我们已经有很多进展了 雅琪特别的小太阳 是的 一点也不到 然后永远就是上升那种 永远活力满满 我其实有点小担心 真的就是从零开始 你就说把这个点明确地提给他们 他们都不一定能够 做出来 我觉得九爷现在 有点痛 好焦虑啊 已经在担心了 担心孩子们 关键这出替人在这儿 我跟出替人一组 这才开始的第一天 你干嘛给孩子们出这么狼狽品 其实胡明浩和盈宇挺好 我看到他们一起讨论 对 非常多 对 其实我跟你一个不想出的想法就是 把自己弄不开 不是走开 是不是不是我 他们俩这已经 嗯 嗯 我也准备 看你弄不强了 对 对 我走 没办法用 我打击做了个事业评 他们俩今天让我特别放心那一点是什么呢 你放心我就不放心了 我们也是要拿分的好不好 我还是期待 文婷跟黄凯能够赢一点 这个确实 胡明浩跟王毅两个人一组 对任何其他的竞争队伙 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你就想想他们那种配合的默契 对 我不要先讨论 我是觉得看这种东西我一个人看我很困 嗯 所以我要跟你边说边看 嗯 首先他这个要求的是我们 去为赵某不构成内幕交易进行听证的申辩 对 也就是说我们要证明他的这个行为 不符合内幕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 嗯 来吧 你觉得是不是两样 一个是把事实搞清楚 第二个就是难一点也不符合构成要件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法律一继续写上 所以我们还是先对一下事实 文婷思路还挺清晰的 嗯 对前面就是他有一些债务他想要重组 但B公司不行 所以他找了一个中介一个证券公司去帮他找其他人 进行一个非公开的发行股票方式的目击 嗯 他就是在这个10月17号的时候 公开了 嗯 这个内幕信息 所以他内幕信息其实就是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 嗯 哎 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假如说啊 A公司本来说是我要跟B公司去进行债务重组 他后来去跟C公司了 但是我们行为人只知道他跟B公司这个事情 并且买了股票 那我们这个行为是犯法